一年过了一年 而一生只为这一天 让雪埋在项链 各位,前天就讲过 今天一定要跟大家分析把筋留住的后半诀 所以今天我就对应我的承诺了 在广阶怎样改编之前 我想先跟大家讲一下 其实我的粉丝有多了解我所写的改编歌词 大家看一下 天长变他说一歌一故事 所以现在我知道 为什么你填的歌词会令人有好心的感触 因为你不是为了写歌而写歌 而是每一首都去了解歌曲的创作背景 发掘这首歌背后的故事 去体会作者的创作情感 用作者的角度去思考 代入自己去作者感情之中 他说从可可托海一直到现在这首把筋留住 都是有深厚的填词功底 所以你看到我的铁粉 他不只是欣赏这个结果 他是同意我填词的方向 再看一下另外一位铁粉 马金留意的歌词 我上次讲到这里 奔波生活 遥望远隔海岸 将生命交错成恨 奔波生活 令到海峡两岸 或者甚至海峡四地的人 远隔海岸 彼此见不到对方 所以将生命交错成恨 这个错字不是读错 读错 所以这个其实是历史为流落 令到我们中国人和中国人之间 产生一个隔膜 其实内地的人 很想见到台湾生的亲友 我住在香港 我很想见到在澳门的亲人 我在改编这首词之前 听到一则新闻 就是说一个在台湾的老兵 96岁了 他离开家乡的时候 还是20多岁 当年去了台湾打仗 当然他四十多年前 都曾经回过去故乡 但回去的时候 妈妈已经死了 当时他还大力去帮助自己的同乡 但最后呢 因为他的朋友都在台湾 所以他回到台湾住 好了 又过了几十年之后 他现在96岁了 因为他身旁四青光 所以他想起在家乡的侄子 就打个电话回去 问他的侄子 我现在没钱了 又96岁了 你愿不愿意接我回来 内地居住 和养我 哇 我可以这样想 身旁那些无情无义那些 真是彩料傻 几十年不回来 还养你 九十几岁 是吧 但是那个侄子 就以话不说 真是将这个老人家 藉回来地居住 和养他 让我觉得 其实没有东西可以阻隔到 人与人之间的亲情 于是呢 在我填这首词的时候 我就更加有感触 可以填出了以下的词 我们将普通话的原词 和我的歌词给大家 一年过了一年 啊 医生只为这一天 这一天做什么呢 这一天就是为了相聚 是吧 刚才有九十岁老人家 和他的家人的相聚 那我填了 年复年 年复年 刚刚数 那数是对 年复年 已经可以代表了一年过了一年了 那后面那些字怎么办 那我填一些 和他没有违和感的字 所以 年复年 人随梦去 后面的人随梦去呢 讲了等于没有讲 年复年 人随着自己的理想 自己的发梦去走 目的是什么 啊 这生只为能相聚 其实是和一生只为这一天一样 不过一生只为这一天 没有说明这一天做什么 我就说明 只生只为能再聚 生活九十六年 就是想见回自己的亲戚朋友 原来歌词说 见回之后怎么样啊 原词是 让血脉 再相连 那我就说得更加悲惨点 我就填出 膠绩出血和泪 原来的年 天 年 压韵 我现在去 醉 泪都是压韵的 好了 在后面呢 原词是 擦干心中的血 和泪痕 我已经讲了血和泪了 下面填了什么呢 这里呢 这里呢 真是受了这个九十六岁的老人家的故事 所开发 我说出了 彼此宽恕 重遇不轻易 两岸四地的人肯定有些政治上 或者观念上 或者价值观上的不同 但是彼此宽恕 就可以解决所有问题 所以彼此宽恕 重遇不轻易 原来的 有助我们的根 这个是首歌的标题 我是一样的 同胞的根守住 不过第一个防止呢 就是同胞的根守住 re mi la 守住 但是第二防止呢 那个音呢 还上so la 高音的 所以我们可以用回同胞的根留住 那你会问 留住 不是比手住更低吗 但是很奇怪 高低音是相对的 re so mi la re mi la 就对用守住 re so mi la 跳上八道 so la 反而可以斩开它 填 留住 那现在我已经解决完毕了 我将我的改篇的副歌唱一次给大家听 免福年人随梦去 啊 这生子唯能再聚 架极出血和泪 彼此宽恕 重遇不轻易 同胞的近 守住 彼此宽恕 重遇不轻易 同胞的近 留住 好了 将整首呢都分析了给你听了 希望你喜欢我愿意改篇 如果未听过全首的 可以回到我上个星期六的视频 再看多一次啊 好今天分享到这里了 我是卡绿斯 喜欢我的视频的 请来关注点赞和转发 拜拜 拜拜